台湾 台湾怎么玩 带心带你出去玩 今天到哪玩了呢 今天来到我的家乡 新竹县的竹东镇 今天一日行程 要带大家去吃一个 竹东人必吃的美食 叫做阿胖豆浆店 在竹东是家喻户晓的美食 小编 阿胖豆浆最招牌的名品叫什么 你知道吗 听说叫板条韭菜蛋饼 等一下我们就来去品尝一下 阿胖豆浆板条韭菜蛋饼 在传说中的好吃 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走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 大家看一下 这是传说中的板条韭菜蛋饼 为什么会叫板条韭菜蛋饼呢 就是外头的这一块饼 其实它是用米池板条所做成的 里面呢 会有一个馅料是那个超好的韭菜馅料 再加上一个蛋饼 就是传说中的板条韭菜蛋饼 真的有一点像韭菜盒子的味道 但是因为饼皮是板条做的 头感真的很Q很好吃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这是我的第一站早餐 吃完早餐之后呢 我要带大家到全台最大的客家菜市场 听说有一个旅行团啊 就在他的观光客下车 一个景点就叫做足冬菜市场的景点 团员听说还买得非常的高兴 买得高兴吃得开心 在白天六点左右就很热闹了 可是到了晚上之后呢 它就会变身成美食的夜市 大家看一下这里就是足冬市场的入口 全台规模最大的客家市场 足冬市场 有60多年的历史 目前市场内大约有500个摊位 除了新鲜蔬果余货肉品 还有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商品 不仅可以感受浓郁的客家风情 更可以吃到道地的客家美食 今天就带大家去走访这个传说中的足冬市场 顺便大旦美食一番咯 马蛋 听说马蛋很有名 这个马蛋呢 应该就是大家平常看到的芝麻球 我们现在来去看看马蛋长什么回事 我要买你们的马蛋 听说你们马蛋很有名 为什么会叫马蛋 这么大颗 马蛋为什么叫马蛋 因为以前外省人卖的时候叫马蛋 芝麻的马 马蛋有点像原住民 不是 是以前外省人的口音 外省的口音 外省的口音 对他们叫马蛋 马蛋是 其实是芝麻的马 它跟芝麻从哪里不一样 他们有 就是里面的原料 有些人用糯米 我们是用地瓜 市场入口左侧 有摊必吃的马蛋 但远远可以闻到 动物鸡蛋糕的味道 留动物蛋糕 靠的是樸实的造型 以及多年不变的口味 称霸竹东市场 也让许多记者节目争相报道 接下来要大家看一下第二摊 小编说一定要进来看的 温家炸鸡店 老板娘你们在这边卖多久了 22年喔 你适量来不用排队 等一下来就要排队了 等一下来就要排队 因为我今天 因为我今天 要跑到那边拍很大 这是今天的午餐 打包上山的午餐 陈玉婷 你推荐的喔 市场内的温家炸鸡 摊位前总是有一群人 排队等着店家起锅 这热腾腾的炸鸡翅 有独特的台式炸鸡风味 米浸米苔木 坐在我旁边的就是足冬最有名的米苔木 美兰阿姨 因为太热了喔 我没办法叫那个热炒的米苔木 叫了一碗呢 米苔木 绿豆粉圓冰 想问一下阿姨啊 你们家的米苔木 跟外头的米苔木有哪里不一样 我们都是先做先卖 还有比例的问题 做法不大一样 所以连米苔木也是自己做吗 都自己做 哇好厉害喔 所以一包一包的米苔木 你们也有卖给民众 带回去自己看要怎么做 对 他们回去可以自己煮阿 煮汤阿炒阿 别的都可以 看到 上面有一层冰厚厚的一层冰 下面有这个很口口的米苔木 还有 水圆绿豆 我刚刚偷偷吃了一口了 没有很甜 甜度刚刚好 冰冰凉凉QQ的很好吃 一般传统市场很少有工套秤的设置 为了呢 避免商家偷金减两 在竹东的客家传统市场里面 有一个工套秤 在这个路的中央 大家如果对你买的东西 重量有疑虑的话 可以拿到这个秤子上面来秤 看到我的好朋友 山德来一次就被你碰到 我今天是来买东西的 我等一下来去山上 不是来市场的啊 我等一下来去山上 山上人家 山上人家 不是我们要去瀑布区 喔 我要去五井山嘛 还是台湾的 来 跟大家说一下 一百块 一百五十块钱的 是Made in China 大开卖 其实大陆跟日本 大陆跟台湾做哪里去 台湾的就是 这样不会坏掉而已 这个就是风吹的就会坏掉 50块没有办法 50块没有办法 50块没有办法啦 吼 掉了也不会心疼 我上镜头不好看啦 年纪已经做了 站着 好 来这边 在这还有一个好处 走到哪可以吃到哪 这可以买 拜拜 吃到现在 要来 最后一站 这两姐妹黑糖包 三姐 三姐 无忌三姐妹 这就是传说中的爆浆黑糖包 等一下到山上去吃 买三个 一个十五对不对 他买四个好了 嗯 才买完了 这些平价平民 上山马上就可以吃的东西 现在 要开心的上山去了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我妈妈每天都喜欢上菜市场 因为来菜市场真的很开心 看到很多好吃好喝好玩的 Let's go 下路靠左边 大家看看 这里有一条溪流 大家就这里玩水 这些星期费 是